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不假 好看面容的优秀线以上 让观众感到舒服且自然的演绎 才是看家本领 哭戏不容易 也是比较能看出演员功利的戏码 小到红了眼圈 再到一行热泪 接着是泪流满面 这些都是最直白的视觉效果 也是最简单的层次感 但是 当情感积累到一定的爆发点后 演员的演绎就有了不同的选择 有的是悲痛欲绝食的歇斯底里 有的是眼泪纵横却在狂笑不止 有的是生无可恋的破碎绝望 作为普通观众 当你能感受到这些不同表达中 不同的情绪 在我认为 就是哭出了层次感 你赞同吗 最好的例子 就是肖战老师魏无羡的两场哭戏 陈情令 魏无羡两次落泪 足见肖战哭戏的层次感 01 不夜天绝望的泪 魏无羡徒手捏断了 那个刺杀师姐的修士的脖梗 陈情奏起 鬼魅横行 她有什么可被图谋 无非是手中制胜的法宝 最后的最后 她倒是想看看世人贪婪的嘴脸 利益面前 谁没在背后捅刀 谁没踩着枯骨灯高 心中有说不出的绝望 只觉得眼前这既真实又荒唐的众生像 丑陋也廉价 金光瑶承认了设计陷害魏无羡 可原因不过是拯救自己的卑微 成全内心的贪婪 魏无羡久违的平静被打破了 顿感冤屈何不值 金光瑶滔滔不绝的诡辩 将魏无羡的侠干一胆 放浪不羁当武器 指责她到处得罪人 魏无羡不甘的眼泪 和讥讽的笑容同时上线 只是这一次像听了一个荒诞故事 电视剧《陈情令》 是由小说《魔道祖师》改编而来 然而在剧情上 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比如在小说里 魏无羡是掉入悬崖而死 在电视剧中 使修轨道被反噬而死 作为资深道友和令粉 我自己看过五遍电视剧《陈情令》 也专门买了原著《魔道祖师》实体书来收藏 《魔道祖师》实体书来收藏 《魔道祖师》实体书来收藏